好 讲到这个天气冷啊 大家一定会来上一碗热乎乎的汤圆 在台北呢就有老字号的汤圆业者 一年四季都有汤圆类的产品 可以满足老涛的嘴 除了各式的甜汤圆 店里还有甜不辣跟汤面 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 在公馆还有一家呢 隐身在巷子里头的老店 招牌的酒囊汤圆呢 已经飘伤了三十多年 这是你的红豆汤芝麻汤圆 被泡泡又迷迷的汤圆 饱满扎实的红豆 光看着热气蒸腾的模样 就让人甜在心里 再来一碗料多豆 满出来的咸汤圆 红葱头 精勾虾米和爆炒香菇熬煮的清汤 剩到嫩Q的尼亚里 吸饱汤汁的绞肉香气十足 起立葫芦的吞下肚 饱足感一百分 肉嘛 那不会说像有的一般 可能糖水比较多这样子 这还可不错 红豆温润嘛 你知道吗 很温喉咙 然后很热心里 四十多年的老字号 店里总是满满人潮 春夏秋冬 无论冰的热的 这里都找得到 还有店家特制古早味甜不辣 熟根棍还能无限加汤 走进店里 挑剔的队 绝对被收服的 服服帖帖 红豆汤有个那个 刚刚到啊 味道人潮络绎不绝 忙着化单 打包找钱的时候 几乎没停过 非常时刻还得寄出 非常手段 那个时候人会比较多嘛 买回去比较多 你要稍微限量控制一下 要不然你一个人 如果买很多的话 排太久了 这一个人要限多少 限十碗 老店招牌 历酒迷信 转进隐秘的巷子里 同样拥有三十多年历史的 还有这家台大学生必推的 酒酿汤圆 没有名字 没有写目招牌 隐身巷子里 却藏不住好味道 因为感觉到嗆 不会喝 然后吃顺口这样 自家生产的甜酒酿 酒味香而不嗆鼻 加了猪油的芝麻馅 香润好吃 小小Q弹的汤圆 纯粹在满满淡花 扑底的酒酿中 老板娘利落下锅汤圆 巧手变出一碗碗 甜蜜好滋味 冷暖的冬天 想吃什么 来一碗明鸭汤 保你圆满 在心底 记者张哲露 黄媛媛 前面我到